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科技企业奋力突围 日美披露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向冲绳河流和地下水排放可致癌的有机孵化核物 浓度最高时超标34倍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不足50天 超过1万名志愿者宣布退出寒霉探访气泡防疫法实施效果 俄罗斯抛出去美元化震撼弹 俄财政部长宣布将在一个月内把国家财富基金的美元资产比例减至零 拜登政府3号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号回应 美国政府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而面对美方的打压 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努力突破美国的科技霸凌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市场规律和原则 撤销打压中国企业的各种所谓清单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投资环境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1月 签署最初对华企业投资禁令 名单包括31家中国公司 政府称这些公司由于促进了 中国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 而直接威胁了美国的安全 在特朗普政府下台前 该名单被扩大到44家中国企业 2021年5月12号 现任总统拜登宣布 将前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 延续一年 继续保持芯片出口 对华为的全面封杀 美国现在对华的战略 采取的是两手策略 一方面它通过在高科技的 这种精转卡位 特别是在核心高技术领域当中的 这种选择性脱钩 那么另外一方面 它在贸易上也通过缓和和 跟中国之间的这样一种温度 来既得到市场又得到利益的 这种双重目的 所以我认为拜登政府时期 跟特朗普当时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不是采取这种单边对抗 和极限施压的这种策略 而是通过这种精准卡位 精准打击 以及联合盟友 来在全球层面上来进行 联合围堵和封锁中国 近年来 美国政府屡屡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对中国科技领域无端打压 对于美方的科技霸凌 中国高科技企业 正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奋力突围 华为是遭美国制裁程度最严重的中企之一 2019年5月至2020年8月 美国对华为先后实施了三轮制裁 导致华为在2020年9月15号之后 无法再买到大量芯片 缺心危机之下 华为手机业务收入下滑 今年4月12号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在分析师大会上坦言 华为对被移出实体清单 不抱任何幻想 也做好了长期在实体清单里 工作和生活的准备 6月2号晚 华为自主开发的鸿蒙操作系统 及新品正式亮相 包括手机 智能手表 平板产品 无线蓝牙耳机 以及两款高端显示器 这被视为中国企业 努力摆脱对美技术依赖 并加入与谷歌及苹果操作系统 竞争的最新宣言 据路透社报道 相较于安卓 鸿蒙并非一个简单的 新版操作系统 华为称 鸿蒙是面向万物互联时代的 全场景分布式操作系统 目标是在电脑 智能手表 汽车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上 均可使用 而且设备间可以互相连接 这家深圳企业 主要生产睡眠灯等产品 2020年以来 他们就开始接触鸿蒙系统 鸿蒙平台之后 我们能够跟更多的知名的品牌 进行了互联互通 比如说空调 加湿器 灯光 锁 安防设备等等 那么就为我们去打造 不同的这种智能场景提供的基础 根据华为提供的数据 目前他们已经同 1000多家硬件厂商展开合作 超过300家应用和服务商 参与到鸿蒙生态的建设当中 有很多的鸿蒙产品已经在卖了 开发者我们目前 大概有将近50万的 纯鸿蒙的这种开发者 从2012年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成立 开始规划自由操作系统起 鸿蒙目前已经历9年的研发历程 对于鸿蒙系统的正式启用 世界的反应是赞赏和怀疑并存 日本产经新闻6月3号报道 华为公司正式发布其独立研发的新一代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鸿蒙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 华为正在努力开辟新的空间 使自己即便脱离美国谷歌公司开发的 安卓操作系统也能生存 美国时英网站2号称 华为正式发布自己的操作系统鸿蒙 距离美国禁止华为手机 使用谷歌的官方安卓版本 仅仅两年 科技观察人士对鸿蒙操作系统 能够在中国流行持乐观态度 随着美中技术竞争继续 鸿蒙可能成为安卓和苹果操作系统之外 更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 但报道称 目前还不清楚 鸿蒙是否能在海外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对手 法国回声报网站6月2号报道 美国对华为的限制 促使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 在某些领域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知道华为是一种长大黄色的公司 中国的美国 他们正在调整自己的商业 以防止影响 这些程度是专业于iOS Apple's iOS 但也有Google的Android platform 但华为是真的担心地 中央中国的大量市场 在中国将最大的市场 在2025年 所以在关系的手机 到手机 到手机 和软件 这就是华为是担心地 美国打压的还有中国的无人机 2014年美国以网络安全漏洞为邮 禁止军方采购和使用大疆无人机 2017年到2019年 美国每年都会对大疆发起调查或警告 2020年1月 美国五角大楼停飞了数百架大疆无人机 同年12月 美国商务部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为邮 把大疆列入实体制裁名单 据美国国会山报6月1号报道 五角大楼在一份日期标为5月6号的报告中称 大疆的两款无人机不存在恶意代码或恶意意图 并建议与美国服务机构合作的政府实体和部队使用 这并不意味着大疆可以摆脱美国政府和政客的刻意打压 截至目前 大疆仍然被列在美国实体清单 但国会山报认为 这份报告可能会促使美国政府机构 恢复使用大疆无人机 大疆公司发言人利斯伯格3号发表声明称 五角大楼这份报告的摘要是迄今为止 对该公司无人机安全性的最有力确认 大疆无人机因价格和可靠性 而受到美国许多地方政府的青睐 美国内政部将数百架大疆无人机用于追踪野火 监测水坝和野生动物 位于硅谷中心地带的加州 门洛帕克消防局是全美首批使用无人机的消防局之一 无人机上的摄像头可以帮助消防队员 看清楚受灾地区 温度最高的地方在哪里 大火是否越过了防控线 以及是否有人处于危险之中等 2020年无角大楼开始推广美国制造的 更昂贵的大疆替代品 美国国防部2020年8月 批准美国法国等几家公司向联邦机构提供无人机 但这些无人机依然依赖于中国制造的部件 美国无人机扩增公司首席执行官莫尼克说 目前可负担得起并且可靠的替代方案 卡塔尔半导电视台评论称 在过去20年中 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改进现有技术 并进行更多创新的国家 中国投资了数千亿美元 开发机器人 人工智能技术 芯片等 报道称 中国在全球技术研发支出中的份额 从2000年的不到5% 增加到2020年的23%以上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 预计到2025年 中国的技术支出将超过美国 从现在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 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科技战很可能取代 以往这个贸易战成为现在中美之间博弈的焦点 和未来竞争的这种核心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如果一旦爆发这种科技战的话 不但不会把这个中国制造和中国科技打垮 可能反而进一步地激发中国在发展高科技层面的这种决心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政府 中国的一些高科技这种企业 也不断地加大在高新技术领域 特别是在原创研发领域当中的这种投入 中美在未来的这种科技竞争当中 可能不会形成两极方案态势 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中国在未来科技发展当中的这种战略的决心 日本冲绳2号再次发生美军扰民事件 一架直升机紧急降落在了农田里 而100多米外就是密集的民宅 据日本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6月2号晚11点左右 日本冲绳县警方接到军民报警称 由美军直升机降落在雨流麻市金尖岛的田间 美军的直升机紧急降落在了农田里 据悉原因是引擎故障 警方透露该直升机确认为美军UH1直升机 美军方面表示直升机当时正在进行常规训练 机锁人员注意到发生机体故障的可能性而做出预防性降落 目前未接到人员受伤或建筑受损的消息 直升机也未有破损 不过从现场航拍画面可以看到 着陆地点距离民宅仅约120米 冲绳县副支市谢花洗衣郎表示将向美军提出抗议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加藤盛信4号表示 将继续强烈要求美方彻底确保安全 冲绳面积只占日本总面积的0.6% 却集中了7成的驻日美军基地 长期来当地居民对美军驻扎带来的环境 扰民安全等问题怨声载道 据朝日电视台最新披露 美军基地对冲绳的毒害 还在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进行着 2020年4月 冲绳发生了一级史无前例的环境污染事故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条河流里流淌着铺满白色泡沫的河水 这是一条从美军基地流向当地居民区的河流 河水里充满了有机孵化核物 全孵心丸黄酸和全孵心酸鞍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穿的鞋子衣服中就含有这些物质 但是这些物质极难分解 会在环境和摄入的生物体内长期残留 根据相关国际条约及日本相关法律 这些物质在工业生产中 应当受到严格管制 然而这些有致癌性的化学物质 就这样堂而皇之地 从美军基地内流出 流入当地的河流 地下水 最后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当地政府调查发现 美军基地带来的污染 其实早就在隐秘进行 例如在过去五年间 美军加首纳基地附近的河流中的 有机孵化核物浓度 要远超日本政府规定的 饮水及自然水源的标准值 在146次调查中 只有一次符合标准 最高时超标34倍 为什么会有有害物质 从美军基地泄露出来呢 据朝日电视台披露 有机孵化核物对美军不可或缺 在1967年越南战争期间 美军弗莱斯特号航空母舰 在海上发生了火灾 装载有大量弹药的航母 被大火包围 大火造成21架舰载机被毁 134人丧生 这次残居之后 世界各地的美军航母基地 开始推行泡沫灭火剂 日常训练中也经常使用 这种灭火剂的原料之一 就是全服新丸黄酸 和全服新酸鞍 美国国防部的解密资料显示 美国位于世界各地的 651个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 可能遭到了污染 因此正在更换 这些基地的灭火剂 但并不包括日本国内的美军基地 他们可能仍在使用 这种泡沫灭火剂 这段视频拍摄的是 2018年加首纳基地基库 泡沫灭火剂泄漏事故 发生时的场景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有大量泡沫灭火剂 从美军基地泄漏出来 泄漏事故一再发生 日本环保界和媒体 呼吁政府彻查真相 加以应对 但由于日美地位协定中 没有明确环保问题相关细则 2015年生效的 日美环境补充协定 也没有写明 美军有义务接受 基地内部调查 直到现在 有关加首纳基地污染问题 仍停留在讨论阶段 东京奥运会越来越近 对于外界的一些质疑 东京奥组委主席乔本胜子表示 除非有极端情况 否则东京奥运会不会取消 也不会再次推迟 6月3号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到几时50天纪念日 东京奥组委当天在东京有名体育馆举行仪式 发布用于奥运会和残奥会颁奖使用的音乐领奖牌 颁奖志愿者礼服 以及颁奖时盛放奖牌的托盘等物品 颁奖物品都以蓝色为基调 并且都体现了环保的理念 东京奥组委主席乔本胜子表示 希望通过体育的力量 为重建人们之间的联系和纽带做出贡献 这就是举办奥运会的价值 受新冠疫情影响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已分别从原定的2020年 推迟至2021年7月23号和8月24号举行 日本多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多数民众希望再次推迟或取消东京奥运 乔本胜子2号接受日本体育日报采访时说 除非大部分参赛队伍 因本国遭遇严重疫情而无法抵达日本 否则赛事将照常举行 不会再推迟了 另据共同社透露 大约有一万名原计划 为东京奥运服务的志愿者 已经宣布退出 退出人数占原志愿者总数的八分之一 原因之一可能是担心感染新冠病毒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 武藤敏郎回应称 由于东京奥运不接待海外观众 工作量减少 一万多志愿者退出 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对于备战许久的参赛运动员而言 奥运会举办与否 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亚当兹认为 大多数参赛运动员的意见是期待奥运 澳大利亚累球队已于6月1号飞抵东京 成为最早到达日本备战奥运会的海外运动队 他们将于7月中旬入住奥运村 在未来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运动员们在这里与外部隔离生活 每天都会接受核酸检测 这是运动员入住的酒店 在运动员宿舍专用楼层 电梯都被贴上了禁止标识 为了防控疫情 日本政府推出气泡防疫 运动员及教练员只能在奥运村训练场和赛场内活动 往返也只能乘坐专车 这种方式就如同将人封闭在一个气泡之内 最大限度的减少参赛人员与外界的接触 但问题的关键是落实情况 韩媒记者探访发现 给运动员休息放松的三层专用区域 看不到相关的管理人员 运动员和普通市民的活动轨迹可能出现重合 虽然将使用的时间进行了划分 但电梯还是与普通民众共同使用 对于境外运动员住训 全马县太田市居民在高兴的同时 不免有些担心 路透社三号报道 在日本有比赛场馆或训练基地的城镇 人们越来越担心游客可能会导致疫情蔓延 同时消耗医疗资源 原定为肯尼亚选手提供赛前训练场所的福岗县九流米市近日决定 不再提供训练场所 在日本原本有五百多个地方城市 参与到了东京奥运会 残奥会的东道主城市计划 开办训练营接待运动队 而如今已经有一百多个城市 取消了接待海外运动队的计划 离六月十六号俄美首脑峰会不到两周 俄罗斯方面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将把国家财富基金当中的美元资产比例减至零 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诺夫 六月三号在圣比德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 俄财政部和央行决定 在一个月内把国家财富基金的美元资产比例减至零 目前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的资产结构为 美元和欧元各占百分之三十五 英镑占百分之十 人民币占百分之十五 日元占百分之五 调整后美元比例从当前的百分之三十五降至零 欧元比例从当前的百分之三十五提至百分之四十 人民币从百分之十五提至百分之三十 值得一提的是黄金将首次费纳入 并占据百分之二十的比例 俄总统新闻 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不仅俄罗斯在去美元化 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因为都开始对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可靠性感到担忧 分析人士认为 莫斯科方面在六月十六号 俄美首脑峰会前不到两周的时间 做出这一里程碑式的决定 是在向美方传递信号 即俄罗斯不会受到经济制裁的影响 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 美国召集布雷顿森林会议 规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 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原则 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虽然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直接兑换 但时至今日美元霸权的基本盘依然很大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2019年全球外汇交易的将近90% 都有美元参与 全球央行货币储备的一半以上是美元 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单边制裁成为可能 比如美国可以向公司或者银行施压 让他们不予受制裁的实体共识 自乌克兰危机后 美国就对俄罗斯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制裁 因此俄罗斯早就开启了去美元化的进程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美元的霸权地位正在动摇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就发出警告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正面临考验 把美元当作制裁他国的武器 会鼓励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经济体 发展能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 更多内容来看素揽 据韩媒报道 今年韩国高考将迎来重大变革 不再区分文理科 而是以统一考试的形式进行 6月3号上午 韩国考生迎来首次模拟考 全国共设置了2400多个考点 48.3万多名考生参加 紧张感不亚于正式高考 考生们普遍反映 新提醒不少 难度较大 韩国学子们9月将再次迎来模拟考 11月参加正式高考 同样是高考当地时间3号 俄罗斯开始了俄语科目的考试 这是今年俄罗斯高考 最大规模的一场考试 包括语法 阅读理解 作文等27类题型 是所有考生的必考科目 考试分两天进行 近68万名学生参考 出于公平考虑 考生不能在就读学校进行考试 进入考场时还要测温 消读 然后按照只字形入座 保持社交距离 近日 日本佐赫市消防学校 举行了救援技能大赛 约140名消防队员参加 比赛项目包括 跨越横架在两栋楼之间 往返路程共计40米的绳索 还有一口气爬上15米高的梯子 包括安装绳索的时间在内 有的参赛者仅用20多秒 就能爬上相当于5层楼高的建筑 此外还有救助伤员等7个比赛项目 当地时间6月2号 在大火持续燃烧12天后 漂泊在斯里兰卡海域的 新加坡籍货轮开始沉没 事态进一步恶化 救援团队原本试图 将这艘船拖向深海 以减少海岸污染 但随着船体沉没 一切变得徒劳 该货轮搭载了大量化学物质和燃料 已经流入海洋造成生态破坏 引发斯里兰卡历史上 最为严重的海洋灾难 近日在菲律宾卡维特省 一名女子的自行车车技秀引发关注 从视频可以看到 该女子顶着大半瓶水 骑着自行车 无论停车还是加速甚至扭头 水平都仍然稳稳地立在她头上 不仅如此 她还时不时松开双手 撒开车把骑行 十分轻松谢意 日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一对夫妇在三楼阳台争执时 撞破栏杆摔了下来 据路人拍摄的视频显示 这对夫妇在狭小的阳台内扭打在一起 突然阳台忽然断裂 两人一起从三楼摔下来 重重砸到地面上 他们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 伤势严重 但没有生命危险 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阳台是否年久失修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